因一切法者及四十八愿之法 为庄严净土法 摄取众生法 庄严法生法 等等 一位法藏四十八愿 习皆圆满 愿中所写一切之法 习皆云荣无碍 成就世间自在亡的过去 故约一切自在亡 这一段话 我们要多念几遍 时时刻刻的 让他来提醒我们 彭基金句师的话 讲得要非常之好 以无量心 法无量愿 其无量心 说的话简单明了 无不夜夜趁真如法界 这一句话非常重要 也就是与自信性的圆满相应 众生无量 过途无量 菩萨随身众生 竟不可说不可说 弄有他解 若不可说不可说 恒火杀佛土 谢以无量行害而引尽 禁止 庄音佛国土 首先要知道 众生无量 过途无量 菩萨所在之处 谢以无量行害而引尽 严实壮严 净是清洁 这太伟大了 一切实 一切出 一切敬念当中 菩萨实现真理 干什么 庄音佛土 净化人心 心今则过途径 那么庄音 这个 佛土的方法 世尊在世 完全表演给我们看了 不是短时间的表演 四十九年的表演 身心研究 身心庄严 啊 言语的教诲 四十九年如一日 没有中断过 欲明文立 毫不敢舍 夜深 为我们实现 清净心 清净神 清净意 清苦教训 没有要人对他尊敬 没有邀请人对他供养 那夜深 没有收过一个 修身的修费 他也没有付出 因为他们生活的方式是突破 于学会 于众生 无取无学 这是摄迦牟尼佛 跟我们做的样子 这是菩萨性 圣性 只有圣人才做得到 凡夫 齐心动念是厉害 如果有力的事情我就干 如果没有力的事情不干 而于我有害的事情更不会干 我们从事实 夜深行仪当中细心去观察 人会看我 会生起智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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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